6月18日是国际寿司日 是Facebook's 2009年发起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料理之一寿司庆祝的日子 寿司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亚洲美食之一 其独特的口感和制作过程吸引了无数食客和厨师的关注和热爱 寿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 当时日本的渔民使用醋来保存鱼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醋烟鱼逐渐演变成了现代寿司的形式 现在寿司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被认为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 寿司的制作需要许多技巧和经验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米饭的制作 米饭必须以适当的温度和湿度煮熟 然后与醋、糖和羊混合 以便为寿司提供独特的风味 配料方面通常包括生鱼、海鲜、蔬菜、豆腐皮等 这些配料必须新鲜、干净、美味 并且搭配得当才能制作出一份优质的寿司 寿司的种类非常多样化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味道和风味 一些最常见的寿司种类包括 生鱼寿司将新鲜的生鱼切成薄片并放在米饭上 生鱼寿司是寿司中最经典的一种 通常搭配酱油和芥末一起食用 酱油腌于寿司将鱼腌制在酱油和其他香料中 然后将其放在米饭上 这种寿司通常味道比较浓郁 口感比较咸 紫菜卷寿司将米饭和各种配料卷在紫菜中 形成一个圆柱形状 这种寿司可以加入各种蔬菜和海鲜作为配料 口感清爽 制烤寿司将寿司放在炭火上烤制 以使其表面制烤出一层金黄色 同时使其味道更加浓郁 无论是哪一种寿司 都需要细心的制作和精湛的技艺 在寿司制作过程中 以确保最终的产品达到最高的品质标准 除了寿司的制作技巧和配料选择 寿司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寿司除了是一种美食 还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 在日本 寿司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 代表了日本独特的美食文化和制作工艺 寿司制作的文化传统 可以追溯到日本的江户时代 当时的寿司是一种传统的跨餐食品 供应于路边的小吃摊和跨餐店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寿司逐渐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开始在日本的高档餐厅和酒店中出现 现在寿司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美食之一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寿司已经成为了主流菜肴之一 并在当地的餐厅和超市中得到广泛的销售 在一些国家 寿司的制作技巧和配料选择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本土化的特色 以适应当地人的口味和文化需求 国际寿司日的设立 不仅是为了庆祝这种美味的食品 更是为了推广和传承寿司文化 每年的这一天 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庆祝寿司日 例如参加寿司制作工作方 品尝各种寿司 分享寿司的制作技巧和文化背景等 总之 国际寿司日是一个庆祝和推广这种美味亚洲美食的重要日子 通过推广和传承寿司文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欣赏这种美食的精髓 同时也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理解作出贡献 当时也为促进协调